淘汰了效率高的企业 它保护了落后效率低的企业 过去的那种盲目的扩张产能的行为继续存在 去年其实提出三驱以后 大家热烈讨论了一段时间 然后怎么去标准是什么 进度是什么 怎么平衡 那一年多过去了吗 现在这个三驱进展的怎么样 钢铁产单去掉了一些 可是它是在采用行政手段去的产能 而采用行政手段是什么 政府把指标领回去 层层的分解 分解到下边 下边就在它的管辖区域里边 寻找企业分配任务 那我知道往往是效益高的民营企业 三驱 首先任务落在他们头上 而大兴国企 反而没有去产能 这种行政化的去产能 它是一种逆向选择 淘汰了效率高的企业 它保护了落后效率低的企业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三驱任务执行的过程中 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迅速下降 另外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投资 还在增长 去产能对他们的影响很小 而且资金供应又是 他们享有优惠政策 所以过去的那种盲目的扩张产能的行为 它也继续存在 这种盲目的扩张产能 也继续存在 您好